强弄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中共是如何运作的?这恐怕是个旷世之谜 中共的权力是怎么运作的?换句话说,当两个匪首对立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决定谁输谁赢?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徐某 他接到的是信使的口头命令 徐因为没有赵紫阳的参与,拒绝执行 如果有另外一个信使传达赵的相反的命令呢? 撇开道德不谈,可能大多数人最先需要判断的是 邓、赵,谁赢的可能性更大 当你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你就不难理解权力的真正来源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会赢,那么你就拥有了权力 不幸的是,这种对谁会赢的信心和谁正确没有什么关系 正如街上横行的流氓团伙,面对一群良民,很容易判断谁会胜出 包子就是那么一个喜欢使用暴力,并且崇尚暴力的东西 在中国这种没有丝毫社会正义的国家,他不赢才怪 很多人在讨论习近平的愚蠢 其中一个反例是指习近平的权斗能力很强 所以习近平必然不是愚蠢的,我一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现在改变观点了,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甚至智力都可能是多维的 他在一方面表现很愚蠢,在另一方面表现也可以很犹豫 必须要承认这二者看似矛盾,却有可以并存的现象 所以我们来说说他的权斗能力 有些人说,只要给了你位置,你自然而然就能把手下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首先第一个反例就是胡锦涛 他登基大位之后,结果却是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 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无权的皇帝,比如晋的光绪 远得如唐朝末年的皇帝,甚至还要受太监的掣肘 再说远一点的,三国时候的曹氏皇帝,还有汉宪帝等,他们都是皇帝 他们有什么权利吗?没有 所以习也是一样 他联合王岐山,通过反腐败干掉了党内许多的反对派 到第二个任期,他的权势就明显加强了 到了当下第三个任期,更不用讲有多强了 他的权势地位可能超越了邓而直逼矛 甚至不妨说他已经超越了毛 毛当正的时候,党内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习体之下,党内有人敢表示意义吗? 我并没有看到 再举一个例子,华国锋 他登基才多少年,就被邓小平搞下台 如果换作习会是怎样的命运,我还真不好说 我们这里只讲权斗能力,不对权斗仪式做价值评判 不要提什么这个人反自由反民主 逆人类大潮这些东西 我只想讨论他在权力上的追逐能力 似乎并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来推翻这一点 他真的在权斗上有很强的能力 如果非说智囊团帮他出谋划策 那为什么这帮智囊团愿意帮他而不是帮别人? 比如帮李克强 比如帮胡春华 比如帮孙政才 比如帮薄熙来 还有其他人就没有智囊团了吗? 为什么别人的智囊团就不如他呢? 所以有人说给了你总书记的位置 也就是皇帝位置 你就一定能四平八稳的坐稳 这一点我是不赞成的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习近平专制集权到今天 也是有很多偶然因素的 当年江泽民当上总书记 他自己都说了没想到 如果说江湖是不是能像习一样做到死 非要的话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么做下场应该不会太好 看看当年给毛当打手到那些人 有几个友好下场 可以说毛这条线的人 几乎全完蛋了 连自己的后人都被边缘化了 如果毛当年不搞那些事 绝不可能这样 所以习做到这一天 不代表其他人不能做 可能只是不愿意做 这就跟一个公司大股东 本来大家合伙经营一起出力 虽然董事会有换人 但是好歹都是一起合作经营的 一直经营下去拿分红大家都有得赚 现在新任大股东不愿意了 耍英招把其他股东全部提出去 只找一些拿工资的职业经理人 可不可以这么做呢 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公司基本上也完蛋了 有人说习近平装孙子几十年也是本事 说实话 在拳斗当中装孙子真的是最低级和简单的一种手段了 装孙子当然能让人放松警惕 但是同时也丧失了让人重视和培育自己势力的机会 可以说 装孙子是一把双刃剑 在一切讲实力的官场基本就是自杀 矛登江湖哪个是靠装孙子上位的 你选跟哪个领导的时候会选一个只会装孙子的人吗 这也是为什么习到上台之前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和班子 如果不是江湖互斗想选一个废物傀儡上台 大家都觉得没威胁也绝不会轮到习近平 从这个角度出发继续思考下去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习的上位主要占有天使 从中共的权力结构来看 到他这时打江山的老人全死光了 同时江派和团派又互不相让 将有打江山的老人限制胡有江的压制 同时他又有红二代加持 所以他比江湖受的制约少 而底气又硬一些 从国情来看 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 他有挥霍的资本 他唯一的个人因素就是蛮横的性格 抱着与党国同归于尽的决心 江和湖都没有这么狠心 他就像个机长 谁不听我的 就让人把谁扔下飞机 都不听我的 那我就把飞机撞山 谁要来抢机长的位置 我也击毁人亡 党内大佬一看他这架势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大家一快玩玩 只得任由他胡来 再给他收拾烂摊子 同时根据之前的传言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 解读习近平的权斗能力 就是如果他权斗能力真的很强 当年为什么会选不上厦门市长 会在福建被排挤 江泽民会选他当提线木偶 你没见过流氓 还没见过地头蛇吗 很多黑社会老大 难道是靠全谋混上去的 还不是比谁更狠 谁更没底线 薄熙来江湖和习有什么不同 习没文化没底线 读书人摸不透流氓的底线 另外有个问题 始终没人愿意承认 我们在讨论习近平和中共的关系时 总愿意把各势力集团分散对立 却忽略了一点 习在本质上符合党内高层利益 他和中共是一体 是中共的利益代言人 江湖虽然希望分散习的权力 也做了一些努力 但只限于使用党内合法手段 搞政变之类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总之党内对习定于一尊不满 但没有超越能容忍的底线 同志之间的矛盾 被听床师们视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你死我活的较量 十分可笑 如果习二十大前宣布搞政治改革 彻底断送了中共的命脉 然后习家军上位 包子顺利进入第三任期 并紧握大权 或许那样才证明包子的权术无敌 我看看我准备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